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過年前的節目當中 有跟大家討論到 可能有滿多的車廠 甚至有滿多的車款 都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剛過完的二月份 在台灣新車銷售的市場上面 有哪一些掛牌數據 有了很大的變化呢 有哪一些車廠 真的因為受到 晶片短缺的影響 而掛牌數字不是太好看 而有哪一些車廠 反而是逆勢的成長呢 我們先來看看二月份 在台灣銷售的成績 前十名賣最好的國產車 到底哪一些車廠榜上有名呢 艾達 是的 光明剛剛提到 在今年的二月份 到底有哪一些車廠品牌 或是車款受到怎樣 晶片供應不足的一個影響 或者是受到農曆春節 總共有七天假期的影響 而且其實後來 學生又多放了幾天假 所以父母親也一陣困擾 你說一開春的開工日 就能夠去買車賣車領牌 我想這個多多少少會有些影響 實際上雖然放了七天假 但是你看小年夜那一天 再加上開工來的時候 這個小孩子又不能上學 一團大混亂 恐怕有八到九天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工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目前以國產車來說 其實很多媒體都有 跟這些國產車廠 來一一的調查跟詢問 說你有受到機面影響 你有沒有受到機面影響 事實上大部分的車廠都說 目前我們受到 這個晶片影響的幅度並不大 唯獨一個福特可能會受到產能 跟晶片稍稍有一點影響 影響比較大一點 對 因為它的這個所謂的 Copilot 360 它的Level 2等級的半自動價值 非常的仰賴什麼 仰賴高階的晶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二月份國產市場總掛牌數 這個排名1到10名到底有什麼樣的狀況 在現在大型看到其實1到10名的狀況 第一名依然是神車 在一月份賣了6000多輛的Caracos 只剩下2205輛 那再來CRV則是 除了神車Caracos以外 唯一突破1000輛的一台車 對 好厲害喔 還賣了1402輛 其實我覺得整個Honda的一個操作策略 有一點點這個 摸不清楚它整個操作的一個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如果先不管三四名 我們先繞回來看一下第五名 是福特的Kuga 只有799台 那這個數字呢 大概只比Honda CR-V的1402台 一半再多一點點 記得我們之前還在講 他們兩個在爭什麼 就是國產修李一哥 是 那現在國產修李一哥是他了 所以大家 不過以百萬之內的話 應該就是你知道嗎 他百萬之內 只是他的尺寸稍微小一點點 但是說實在 他雖然被歸類在CUV這個級距 但是說實在他整體的尺寸來講 我覺得他已經快要接近到 這種中型SUV 只比這個差一點點而已 所以既然百萬國產修李一哥 位置不用真的狀況之下 我們要福特也稍微控制一下他 調控一下他的產能 因為畢竟如果你現在買 比如說福特庫嘎 Focus 你可能還要什麼 三個月交不到車 他給你送一些什麼延長保固 什麼之類 所以他整體的產能 再做一些 做一些調控 也不用去跟CR-V 爭所謂的這個國產一哥 那當然各位觀眾朋友會說 怎麼連Artist也賣到 只有剩下不到1000台 這個Kix賣了919台 其實我告訴各位 這個在第10名有一個叫做什麼 TIDA 來我們看一下 TIDA這台車 非常的離譜 在10名的所有車子裡面 除了TIDA以外 大家的銷售全部都是往下調的 往下調 怎麼個調法是以2月份跟1月份 來去做相比較 可是以TIDA來說 他的2月份的銷售數字 跟他今年1月份來去做比較的時候 他基本上等於算是成長了將近6成 真的喔 也就是成長了58% 所以他1月份200多台而已 對 58% 為什麼 因為2021年是新推了一些配備 然後這個加配備 不加價啦 那這樣進展間 也有一些相當程度的優惠 所以呢 當然創造得出 他整個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銷售的狀況 所以這10名裡面 這10名裡面只有什麼 只有這個 TIDA是成長的一個狀況 那你可以看到Yaris其實也在下降 Yaris很特別 Yaris其實1月份有一個這個 1600多台我記得 新年式的車型推出 是1月份是新年式推出之前有沒有 反而把舊車庫存全部都把它清掉 所以掛了去像冠儀所說 破千台的一個銷售數量 但在2月呢 因為過年的期間 他並沒有那麼快的反饋出來 到這個小型車市場上面 雖然他推出了新的這個 年式的一個車型 裡面增加了更多的 安全配備 我們也去試過 我覺得這個車 說實在的 Yaris真的是還是不錯的一台車子 我想他會慢慢的 在往後的日期 日子來去做展現 因為畢竟這種小車的需求亮度 其實他是持續而穩定 但是他並沒有所謂的過年 我一定要買一台小車回家 衣景環巷 沒有這個感覺 不過我們最後還是來看一下 在整體2月的銷售掛牌的狀況 其實各大媒體解讀的方式不太一樣 如果你翻開報紙 大家把報紙打開來看一下 就會發覺 有的報紙的記者是寫說 哇這個2月銷售數字 腰斬啊 事實上他2月的銷售整體掛牌數量 比起1月來說 甚至是不到一半的這個數量 所以他用腰斬來形容 非常的合情合理 但是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不能這麼看 因為呢 今年的2月啊 今年2月我就剛剛講 至少有7天的這個春節假期 所以你跟今年1月 是一個大爆量的狀況 來去做相比 說2月比起這個1月來的比較衰退 再這樣2月只有多少 28天 所以本來他的工作日就比較少 你用這個邏輯來去講說 2月其實車市整個是大衰退的狀況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有失功餘 如果你用2月 今年2月去對比去年 年對年來去比的話 跟去年的2月來去做相比 你會發覺 基本上持平 沒有什麼太多成長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衰退 為什麼 你要知道去年過年在什麼時候 在1月份 所以去年2月雖然是28天 也是28天 但是他是有完整的工作日對不對 你想想看 在今年2月比去年2月 完整的工作日 領牌日還要少的狀況之下 而且2月還被這樣一刀切兩半 前半個月是這個過年前 準備過年 後半個月還在準備吃元宵 提燈籠都懶得買車的狀況 還能有跟去年同期2月份 一樣的銷售數字狀況 我認為整體車市是看漲的狀態 也就是說今年1月加2月 整個加起來狀況還是比起去年 來得還要更好 不過因為去年的2月 是因為剛好疫情剛開始 大家心裡恐慌 所以不敢買車 沒錯 想說我接下來這個錢 我先放在手上 那時候過完年的時候 大家蠻害怕 不知道該怎麼操作 影響到2月的一個銷售數字 但是慢慢在去年慢慢疫情 3月4月一路往下走的時候 開始反而下半年的數字 往上進一路到今年1月 等於是一個大爆發的狀態 所以我認為這個大爆發到今年2月 還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這個大爆發的 這個大爆發還輻射到今年2月 所以2月我覺得它的銷售 算是不錯的一個狀態 是的 我們看到在2月份 實際的工作天數只有18天 但是2月份 整個月份掛出來的數字 是兩萬七千多台 的確是比1月份的那個 非常厲害的數字 真的是對半砍了一半以上 所以大家就在想說 是不是在國產車品牌 有哪一些品牌呢 能夠在這個時候表現得非常好呢 看似好像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國產的五大品牌 他們好像似乎都是衰退的 對 其實每年在過年的這個月份 以比例來說 大概都是跟正常的月份 我們就拿1月來說 1月通常以賣車來說算是大月 大概會是 就已經是腰斬的一個狀態 所以所有的品牌都掉 這個算是一個非常合心合理的事情 不過呢 掉的多掉的少 或者是你是不是刻意掉的多 這其中其實就很有學問喔 光看著我們這個國產的前五個品牌啊 全部都衰退 但是呢 我們以龍頭TOYOTA來說 它的上月比其實掉的幅度是最高的 只有上個月三成多左右的一個銷量 因為它1月份賣太多了 沒錯 第一是1月份其實算是一個賣爆的一個狀態 大爆量 對 那第二呢 其實核泰的經銷體系 據我們所知 不論是TOYOTA或是LEXUS 在2月份都比較偏向休養生息的一個狀態 不過呢 他們還是把多半的要交車的車款 趕在2月10號 也就是過年前 盡量的去化掉 就經銷體系就是 我跨完年之後1月份衝 那2月份過年前盡量把車子出掉 那大家可能過年之後就好好的休息 3月份再來繼續打拼 目前我們所得知的狀態是這樣啦 所以以掛牌數來說呢 也沒有辦法去很明確的 確認是有缺車的狀態還是怎麼樣 不過呢 值得注意的是以COROLA CROSS 這一款他們現在新的神主牌來講 這個月其實還有2000多台的量 剛剛艾達也有講到 其實是一個還蠻不錯的表現 而且呢 其實雖然它的車口數 以這個國產車來說 準備的庫存量我覺得很夠了 但是呢 在1月的時候 還是有蠻多缺車的一個狀態 特別是白色跟灰色 在店頭都有這樣的狀態發生 所以我這邊可以大膽的預測啦 我覺得3月份 以他們這個操作模式來講 3月份應該又會再重回 它這種高光的時刻 我相信應該四五千台 不是有太大的問題 再來呢 其他的品牌 我們這樣看下來 大部分都是我剛剛講的 在2月10號以前 盡量的把跨牌數交掉 不過有一個品牌特別 就是HONDA HONDA在我們剛剛看到的 CRV有1000多台的一個數量 其實呢 他們整個品牌1758台 而且它是衰退最少的 對 衰退很少之外呢 他們在2月10號以前 其實只掛600台而已 數量並不多 而是我利用這整個2月份 不論我是過年前過年後 我就是穩定 慢慢的慢 平均的交車 對 那當然以CRV來說 它有比較嚴重一點點的 一個等車的狀態 因為量其實也非常的好 那當然以產線的工序來說呢 2月份我還是繼續的提供車輛 交給消費者的手上 那也讓它的銷售 你去看它銷售的曲線 其實在2月份 甚至沒有太大的一個波動 量來說其實也非常的穩定 那不過呢 Honda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隨著像FIT跟HRV 播入產品的末期 City也停產了 他們整個品牌的銷售重心 都過度的仰賴在CRV上面 我覺得對於這個品牌來說 算是一個隱憂啦 同樣有隱憂的是什麼 Nissan雖然在這個月的表現 蠻好的 也是維持它過往的慣例 就維持在第二名的一個成績 那我們知道Kix 也有剛剛講到的晶片的一個危機的問題 因為它雖然沒有ACC的系統 不過有一些高階的ADAS的配備 它還是有 那以這個晶片有影響的狀態下 其實Kix在這個月 還是有穩定的量交出來 但是呢 我覺得隨著這款車 海外有一些小開款的消息推出 不管是是不是有ICC啦 是不是有新的 高階的安全系統等等 或者是新的動力e-power 這些東西在國內 就連它的時程都還沒有一個 一個大概 所以我覺得同樣也是引用 那在福特的部分呢 掉了比較多 光是KUGA跟Focus的 對比上個月 大概都是腰斬的一個狀態 這兩大車款 當然就間接影響了 這整個品牌的一個數量 那Mitsubishi的話呢 雖然以我們每次講 前段班的這些品牌來說 它的販賣的掛牌數 都和其他品牌有一些落差 所以呢 以比重來講 就不會有這麼明顯的漲跌 所以這個狀態呢 我覺得以二月份來說 因為去年我們知道 其實過年有跨到一些一月份 那今年我們相比 一月份大爆端的狀態 你就會發現特別在 影響比較大的 就對於傳統台灣人買車 影響比較多的國產品牌部分 就有明顯的一個差異 特別我們再來看一下 國產進口成用 還有總掛牌的部分 以比重來說 總體市場其實掉0.6% 那但是呢 因為今年是二月份 完整的過了一整個過年的週期 所以我們是覺得 以市場表現來說 表現是不錯的 特別是如果你一二月份 就是目前的累計銷量來說 其實2021年也是成長的 你看他才 就是工作天數才18天 跟一月份是完全有很大的差別 對所以尤其這一次又沒有掉到超過一半的 沒有超過五成的一個數量 其實表現還是不錯 特別剛剛冠儀跟艾達也有聊到 去年的這個時間 剛好是疫情要爆發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以去年整體一整年的 汽車市場來說 表現這麼好 那放到2021年 沒有受到前期這個疫情的影響的話 今年台灣的車市仍然是非常看好 是啊 因為今年二月份 真的卡了一個完整的過年 農曆的春節 大家都要放得非常的開心 所以你看到在二月份的掛牌數字 前五大品牌 真的都呈現衰退的現象 當然這也不是一般平常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汽車龍頭Toyota 它衰退了百分之六十幾 我們就來看看它各個車款上面 到底掛出來的牌數是怎麼樣呢 好 我們都知道Toyota是目前市場的龍頭嘛 對不對 它到底二月份的表現如何 相信也是很多消費者所會關注的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看這個數字 我們來看它的上月比跟去年比好 如果用一個股市的形容 應該就是一片產綠對不對 上個月的確是 對 就像因為我們剛才不斷 兩位專家跟官員都有跟大家講過 因為二月份只有18個工作天 那對比一月份的大爆發 我覺得下滑這個絕對合理 而且年前本來是銷售的旺季 沒錯 年後原本就會是一個相對的淡季 對好 那我們剛才講這些因素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數字 我覺得這些數字雖然說是產綠 但是還是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析的地方 好 第一個就是CORORA CROSS 我們都知道它應該是 目前在二月份裡面 對不對 我也突破兩千台了 它銷售雖然說只有兩千台 但是相對對比其他車 就知道它的銷售能量有多強了 對 還是有基本盤 對 還是會有基本盤 第二個就是RAV4 一千兩百一十四台 確實它也是蠻厲害的事 因為它在它這個進口車的市場上 也只有它破千 對 你所以說這兩台車 所以相較 雖然相較於上個月 比都還是下降的蠻多 但是在整體市場上 這兩台車的銷售能量 還是相當的強勁 好 第三台就是大家很熟悉的CORORA AUTIS 不可否認的是 它不到一千台的數字 確實是相當罕見的對不對 除了之前它可能在 世代交替的時候 出現過這樣的數字 不然你要叫它跌破一千台 真的是很難 但是它二月份出現 為什麼 我覺得還是很明顯就是因為 CORORA CROSS的影響 對 畢竟這兩台車的急距 車格其實都很相近 那現在又是CUV的時代 所以AUTIS會被影響 我們可以想見的啦 好 那接下來兩台 我可以跟大家一起講的 就是YARIS 和VIOS 好 兩台也是下滑的非常多 不過我覺得這還好的是因為 我們都知道就像剛才討論的 1月底他們有發表新年式的車款 那其實雖然說 它的外型的變動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它把一些基礎的TSS 加上去 所以我覺得 因為二月份的銷售淡季 所以它的這個銷售能量 會慢慢的可能在第四季 Sorry 在第二季 第三季慢慢才會浮現 可能在三月四月左右 沒錯 所以我覺得 這兩台車 二月份數字不好 我覺得大家不用擔心 大家還是可以很方便 去轉錢看車 畢竟它的安全配備提升了 還是很值得一看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這兩台車 就是比較偏向進口車 那我覺得進口車的關係 其實不但我們討論範圍內 因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是因為傳奇的影響 那比如說你像這台 CORRALA SPORT 155台像下降了56 那可能是傳奇的影響 再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是 PRE-SC 50 哇 成長了1000 200個百分點 什麼意思 那差不多一月份沒賣喔 四台 四台 所以這樣相較之下數字很驚人 其實我覺得就像我們剛才講的原因嘛 這其實沒有什麼去參考價值 好 那說完了二月份 這個淡季的銷售數字以外 我覺得消費者更關心的是什麼 今年到底TOYOTA它怎麼看 對不對 好 它今年今年到底會端出什麼好料 我覺得先跟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大家今年想要買車的話 這個市場總統一定要關注一下 首先呢 在我們講話的同時 就是三月份了嘛 對不對 三月份了 他們已經推出了小改款的Camry 重點是它導入什麼 TSS 2.0 所以它有很完整的ACC 然後還有車道維持 全數率的ACC 還有車道維持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整個安全配備提升之後 這個銷售表現可以期待 還有一個是什麼 四月份 一定很重要的車型 你知道 Sienna Sienna從去年底開始接單到現在 已經突破700台的單子了 聽說交渉好像要等兩三個月 對 確實要等 所以覺得這個700台的能量 也是很驚人的嘛 對不對 好 那還有呢 第三季 這台車雖然我知道 它可能不是充量 但是是充升量的 GR Yaris GR Yaris 對啊 這個年輕人一定很愛嘛 說不定會因此帶動一些 一般版的Yaris 因為我沒有辦法圓夢 就是現在已經不說 到底要引進幾台 你知道嗎 因為訂單就是 好像似乎是非常不錯 我相信這個車應該是秒殺啦 對不對 好 那GR Yaris 第四季還會有一個什麼 大改款的GR86 所以下班裡其實都是一些性能車款 除此之外呢 還有他們今年也說 他們會對上用車加強能量 所以有200啊 還有年底的 可能是輕上用車的Town S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車型代表 TOTA今年還是信心滿滿 還有一個是什麼 大家很關心的是 核菜其實他們都會在年初說 今年的目標會是多少 對 我們還記得2020年 總共整個市場賣了45.7萬輛嘛 那今年呢 其實TOTA他們核菜本身比較保守 認為今年的總量大概是多少 44萬輛 是是 稍微少一點點而已 但是玄機就在這裡囉 我們都知道2020年TOTA本身 我們講TOTA這個品牌 它是賣了12.6萬輛 它的市占率大概是27.2% 那如果是Lasers這個品牌 大概是賣了2.2萬輛 市占率是5% 這個數字大家朋友記得 那他們看2021年 他們是覺得呢 他們應該是在TOTA這個數字 可以賣到超過13萬輛 所以他們市占率要超過30.2% 所以其實成長滿多 相對於上一年 其實要成長7000輛喔 7000輛 要看它怎麼操作了 也是我覺得CORRALA CLOS 應該扛不少啦 是真的嗎 全也是CORRALA CLOS 不也是CORRALA CLOS嗎 這個品牌相對比較保守 因為可能今年沒有太多新的產品 所以大概目標 大概抓2.1萬輛 市占率小幅掉到4.8萬輛 不過商用車很重要 他們希望HINO這個品牌 可以幫他們扛超過9000輛的銷售量 所以我覺得今年TOTA還是大有可聞 大家拭目以待 好 我們看完了剛才呢 汽車龍頭TOTA在2月份的表現 還有各個車款的表現之後呢 接下來大家應該非常關注 因為在這一兩年啊 其實福特的聲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可是呢 它在2月份同樣也是 大概跌了5成左右 我們就來看看它的汽車品牌下面的兩大神主牌 大家關注的KUGA啦 甚至於是Focus啊 它到底是掛出了怎麼樣的成績呢 我們都知道喔 我們看足球的時候是不是有章魚哥 真的 看選舉是不是有章魚裡 看車壇的話 我們也有章魚品牌 就是福特 為什麼 在2月來講福特超神的 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這邊有寫出來了 我們這個月福特跟上個月比的話 衰退了53.7 這數字有沒有覺得有點面熟 這個就是今年 應該說這個月的國產車市場的衰退率 一模一樣 53.7 所以其實它可以完全推到 整個總體的國產市場的衰退 也就是剛剛好就是福特的衰退 所以我們用這個概念 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好 有這個概念以後 我們再來看這些車型的衰退 或者成長就看得出來 它到底衰退的比較嚴重 還是衰退的比較少 不過在此之前我覺得 我剛剛在看數據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感嘆 其實大概在20年前 看汽車市場的銷售 超單純的 因為那時候車型少 品牌也少 國產車占比重 所以那個時候 還有整個汽車公司的一個運行 跟生產的邏輯 跟現在也不太一樣 所以那時候 基本上你這個月 車賣多 那就是賣得好 車賣少 賣的就是差 這好像是廢話 但其實現在已經不一定了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影響 進口車有傳奇 然後像國產車來講 甚至你以為是台灣做就沒事了嗎 其實不是啊 關鍵的零組件 引擎變速箱 這種東西可能有影響 以前就有嘛對不對 熱銷的引擎 新引擎 就輪不到台灣用 後來像最近 晶片也有影響 不熱就是影響的比較深的品牌 對 他們真的二月份掛這樣子 是因為真的晶片的關係 尤其是Focus 然後現在還有什麼疫情 反正什麼東西 好像都會影響到汽車銷量 所以講完這個前提以後 我們回到這個車子上來看 我們知道現在來說 福特的兩個最大的神主牌 就是Focus跟KUGA 先從Focus開始看好了 Focus因為有四門 有五門 有Active 甚至還有ST跟ST Wagon 所以把它拆開來看以後 你會發現很好玩喔 相對比較保守的車型 也就是最主流的車型 影響其實是比較小的 我們現在買Focus 最多的人還是買五門的 一般先輩的五門 你看它的衰退就只有51.2 就沒有到53.7這麼的多 但是呢 如果說像現在買四門的比較少 像現在買Active的 中舊還是跨界還是比較少一點 甚至是ST的話 你看哇 ST的衰退是91.3 嗯 我知道它缺車啊 是 這是因為傳奇啊 因為缺車的關係 沒辦法 所以總體加起來呢 國產的Focus加進口的Focus加起來 還是有700多台 710幾台的量 總體的衰退 會略略的比 它整個品牌的衰退來得多一米 所以這樣子的表示呢 其實也合理 為什麼 Focus我們都知道 它的主力國產車 其實是在2019年的2月 就已經發表 到現在已經兩年了 還是持續的在蜜月期啊 但是其實蜜月期 慢慢慢慢比較衰竭 他們真的是有太多的因素 太缺量 然後其實啊 這個我要幫那個Active說一下 說話的 他其實現在目前已經交2500台 交不出來 真的完全交不出來 他們也覺得很慌 所以就想說 他們這一次不是 使出了一個殺手箭嗎 就是你現在訂車的話 他給你六年延長保護 對 甚至於要林憶辰出來跟他 謝謝大家的支持 他就怕你趕快轉單 跑去別的地方啊 真的是接到訂單 交不出來的車 這個也是很冤枉的 所以他三月份 其實我覺得應該 會 也不一定 對 因為晶片還很難吧 這個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我們都知道 其實福特是一個最早的 台灣的噴公司之一 所以他受到外國的牽制 原廠的牽制 母廠的牽制 其實是比較深的 除此之外呢 我們拉到KUGA KUGA相對就比較保險一點 安全一點 也是我剛剛講 因為它更主流 而且休旅車現在是市場主流 所以799台 它衰退只有48而已 相對可以接受 至於Ranger來講的話呢 因為這車57台說真的 雖然衰退了65.5% 但是這車本來就不是市場的主流 對 所以這不太影響到整體的掛牌數 不過剛剛關於都幫我下好最後的結論 就是今年上半年看福特 真的是要看大家有點辛苦啦 還好 才剛發表的所有旅玩家 NEO Connect新上市 至少幫他沖一點升量 也許到時候交車還是不見得那麼的順遂 至少讓大家還是持續關注到這個品牌 還是很強勢的 真的 不過缺車總比沒有人買車好啊 對不對 起碼你還是有訂單的 那我們看完了國產車的表現 以及國產品牌表現之後 接下來我們趕緊來看看 大家也非常關注的在進口車的部分 到底有哪一些車在2月份的時候 排名前10名的車款 有哪些呢 芝希 其實一般我們講國產車在過年的狀態下 會比較多受到影響 進口車的部分 其實這個月也是有蠻大的一個衰退幅度 不過呢 這個名次 我們就單就名次前10名這樣看下來 你會覺得跟上個月的面孔 好像都長得不太一樣 完全 很特別 我們從後面開始看起好了 其實通常我們在這一塊表 也就是所謂6到10名的部分啊 這些車好像會出現 可是名次的排名又怪怪的 這個有出現過嗎 好這個我先來解釋一下 對不對 冠影我們剛剛講說 例如以Torota來說 可能在2月份 我們就稍微休息一下 等到3月我們再來衝刺對不對 不過呢 對於我覺得對於進口的一般品牌 例如說SUBARU 例如說Mazda 他們目前都處在一個訂單 還沒有消耗完的狀態 所以我當然是多少車到港 我趕快交掉 不論是不是在過年前過年後 那也造成呢 2021年是我們知道 Forester其實接單狀態不錯 包含他的XV啊等等 也有交到了近300台一個數字 搶進了前十名 對對對算是比較少出現在這個榜單上 那以第十名的賓士E-Class來說呢 這個數字雖然掉了 是掉了 不過我覺得以這種房車的市場來講 E-Class這個月表現還是算蠻不錯的 第七名的Lexus US就很特別值得講一下 在這一份榜單裡面 我們等一下看一到五名啊 不會再出現Lexus 這是什麼奇怪的狀態 進口車的榜單上面 竟然什麼RX啊 NX啊 都不在前十名上面 那其實呢 Lexus主要真的還是因為傳奇的影響啦 其實在跨年之前 也就是2020年的時候 就開始有一些缺車的狀態 不過一月份呢 還是很 我覺得算很努力的把車都趕快交出去 給大家消費者過個好年嘛 那到了二月份的時候 數量就一口氣掉了下來 UX的375台其實已經是 這個品牌內賣最好的車型了 欸? 那Onix呢? 在它的下面 其實只有235台 掉了將近七成 那其實以UX來說 也大概是掉了五成 不過它掉的比例比較少 所以還可以在這個榜單裡面 那特斯拉的Model 3 其實416台呢 這個數字啊 其實算是它的小月 不算它大月 它大月其實有近千台 有時還破過千嘛 不過呢 這個我覺得跟那種大企業職場一樣 我自己幹不掉別人沒關係 我就等著大家出事 就其他的車都掉了之後 我做一個 直接就串起來了 保守的數字呢 就還可以搶佔比較好的名次 好 再來大家 帶大家看一下1到5名 我覺得這個1到5名的 這些新同學 真是新同學 比較特別 也光是我們剛剛看了賓士有E-Class嘛 然後這邊有GLC GLA 它三個 真的是兩名新同學 對 通通都上榜了 而且基本上 過往在這個1到5名 GLC可能會 GLA不太可能站到這個位置 還爬到它的大哥頭上 413跟419台 這兩個數字呢 對於賓士的休旅車系來說 當然不算太好看了 不過以二月份來說呢 它掉的比重都不太高 特別以豪華品牌來說 相比剛剛看只有一台的Lexus BMW不見了 對 賓士還可以有三台車在上面 其實表現算很不錯 那我們知道GLA其實在它 大改卡的世代開始之後 算是NGCC車系一個全新的樣貌 新的操控的調效啦 新的科技的介面 安全系統等等 所以也因為它一上市之後呢 其實我們看它每個月 就以GLA這款車來說 量不多 大概一百台兩百台 以大約來說還是這樣 那當然以原廠的角度來說 就是他們的單接了很多 但是車真的交不出來 那農曆年呢 也慢慢的就開始消化 GLA C呢 因為本身它是很穩定 應該說可以是台灣車是最穩定 大概僅次於NX 進口豪華品牌 對 休旅車 那有非常豐富的車種來源 編程啊 所以呢 在銷售的數字上面 我覺得比較不受 這個季節或是年節的影響啦 那第一名的RAV4呢 我覺得也沒什麼好多說 它永遠都在這個位置 這個月算只掉到 一千兩百一十四台 這掉很多啦 但是還是跟第二名 有一倍以上的差距 剛剛講的Mazda有CX30在這邊 馬三 CX5全部都上班 就像我剛剛說的 這些一般進口品牌 其實Mazda也沒有騙人啦 他們前面說他們2021年式的車 包含2020還有一些單 其實他們手上很多 但是車交不出來 所言不假 在這個月份也慢慢的開始消化 不過呢 CX5 這個其實是CX5過去穩定的一個量 在這個月跟馬老三一樣 就是大家出事了 我活得好好的 就爬到了 難得爬到第二名的數字 那馬三的部分呢 我們知道這兩款車型 其實不管是新的年式也好 新的 我覺得從2020年開始 不斷推出新的版本 更新的配備的新增 他們一口氣好幾款車都加了一些 不錯的不管是豪華 舒適的配備上去 還有讓那個 讓大家門檻 入門的門檻降低了 也降價了一些些 對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個整個品牌 不只是這些單一車款的賣相來說 表現都來得更好 真的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 進口的這個市場裡面 賣最好的前十台車 大家印象應該很深刻的是 在上面呢 你看得到賓士呢 它就有三台入榜喔 Mazda也有三台入榜 那這是不是意味著說呢 在進口品牌呢 如果說我們來看一下 二月份的銷售排名 進口品牌可能重新洗牌了 艾達 其實進口品牌很有趣 我們剛看到了 這個智希跟我們分析進口車 你會發覺賓士有一個大幅的躍進 那他又說這個 Lexus 這車賣的 調出什麼房單 就是一台車 剩一個UX 不過我反而是持不同的看法 但我首先要先糾正一下兩位 打臉他們倆 其實我覺得這個不叫做衰退 比如說以負的 就是年減 年對年的年減 因為本來工作日就不一樣 本來因為傳奇就不一樣 其實不是市場的衰退 我覺得這個叫做 漲跟減 加跟減 不是衰退 因為衰退有一種那種 年老歷衰那種 快要倒的那種感覺 所以下一次拜託不要這樣講話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以賓士來說 他的去年比 你看看他年對年的 他提升了23.4% 當然也在這個前面 剛剛智希跟我們講 前10名的TAPEN裡面 整個完整的展現 因為GLA以前不可能進入在這個榜單裡面 甚至他超過他的老大哥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點蠻 令人訝異的地方 蠻令人訝異的地方 再來馬自達也是一樣 年對年的成長幅度是 高達的這個年增 增加了51.2% 所以他的這個數字有沒有 來到1579台 然後你看看上月比 上月大家再大爆量 他跟上月比是一個59.8%的 一個大量成長 其實這幾個月我都跟大家報告 馬自達不管是CX-5 CX-30 CX-3 或是馬自達3 都有非常不錯的優惠的促銷 再加上他2021年是又推出了一些 什麼黑焰版的車型 所以你看他CX-5 這個銷售數量整體 是往上大幅上升的一個狀況 在上個月1月人家大爆發的時候 他幾乎他其實也賣得不錯 但是他在2月才是真正是 馬自達的大爆發 為什麼 因為他的車來了嘛 對不對 他的車來了嘛 所以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只能替馬自達說一聲恭喜 而且他的傳奇 他的車到港的時間 剛好跟人家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獲得一個非常好的銷售成績 再來我們看看Lexus Lexus掛了1205台 他比起上個月 減少了大概有63.2%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數字嗎 是喔 你看看所有的品牌來說 只有他減少最多 但是他還是排第四位 來 我們看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性的數字 來 去年比 其實他比起去年的同期2月 我們剛剛講去年2月還是完整的工作 在去年2月上你看看 他還有去年的跟去年比 他還有8.5%的增加的銷售數量 所以我跟大家分析告訴大家 Lexus在2月賣不好嗎 我覺得NO 不是 Lexus一直用他很穩健的操作行銷策略 跟交車的速度在持續的平穩的載走 所以我認為他在3月4月 他慢慢的車子陸續的到來台灣之後 他還會再回來他原本的位置 反而是這種增加很誇張的 掉得很誇張的這種 才是比較危險的一個品牌 那當然BMW其實我覺得表現得不錯 BMW我覺得表現得不錯 尤其是我非常看好的三系列 終於在2月份賣贏的C-Class 不過C-Class馬上要有W206的新車出現 這個BMW可能三系列不能夠漂白很久 大家會發現其實所有品牌 都呈現衰退的現象 有沒有哪一些進口品牌也是呈現正成長的 好 為什麼呢 我們要特別把這個馬斯達跟Kia 拿出來跟大家分析 是因為我們壯觀整個台灣車團 在2021年的2月份 這兩個品牌是在進口乘用車來說 可以說是為二成長 我們這樣一路分析下來 可以發現即使我們整個市場的表現 因為工作月份或很多的因素 其實多數來說都是稍微的下滑 對不對 銷售能量是下滑 但是這兩個品牌它不只成長 而且成長得還蠻好的 你看像我們剛才我們現在講到這個馬斯達 它叫上個月比呢 足足的漲了59.8個百分比 那跟去年比也是成長的狀態 而且表現都非常好 那當然很多原因是因為像剛才我們智希 或是艾達都跟大家講過 傳奇的關係 或是之前的訂單在消化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些數字是 我們大家去回想一下 是在2020年也好 或是在我們可以想見的2021年 其實馬斯達都不會有太多 爆炸性 話題性的新車 它就是默默的賣啊 默默的賣 所以代表什麼除了他們的一些很聰明的行銷策略 或是車型配備的調整以外 這台車的實力是很紮實的 對 因為我沒有新車 我就是只能用這台車買 所以這台車實力如何 大家進來就知道 我不是因為可能任何促銷或是其他的因素來 不是因為被新車引進來 我進來看這台車 我覺得好 我就買單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車型本身的實力是很重要 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 馬斯達他們在車型年式上 很喜歡用一個方式叫什麼 超前部署 可能在今年可能就發表明年 或是甚至下夏年份的新年式車型 當然我們不管它是不是真的這樣新年式 但是他們很聰明的是 可以用一些配備 年式這些話術或是銷售方式的調整 讓你消費者注意到這台車 我們先不要講買不買單 至少你注意到 所以你看我們講這些 我們所列出來的馬斯達這六款車型 CX3、CX30、CX5 馬斯達三的四門跟五門還有馬斯達六 我們除了CX3這台車 他們基本上因為畢竟它的空間比較小 已經比較不算是目前CV的主流以外 其他這些都已經有2021年式 而且它不僅有2021年式以外 它還針對像剛才有幫我們講 馬斯達3價格跟配備的調整 像CX5它還有一些黑焰特式版 就它很聰明的在價格面 配備面 小動可是你會覺得 它既然沒有新車還是願意 而且還什麼增加新車型 所以讓它感覺好像又有一台新車 釋出誠意嘛對不對 消費者最想要的就是什麼 價格或是誠意嘛對不對 那我們講完馬斯達以外 我覺得KIA更值得討論了 好我們來看KIA這個數字相當的驚人 對不對相較於上個月 是成長100%以上 一倍了 去年是2.5倍 當然這個數字 我覺得大家聽起來很驚人 但是因為什麼 因為KIA目前在台灣 還算是一個持續在成長的品牌 對 所以它去年或是上個月的數字 基數是少的 所以只要成長一點 你會覺得哇好驚人 可是它去年也成長 對 它其實不斷地 就像我剛才講 它其實持續在成長 好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到底這些車款發生了什麼化學效應 好先講前兩台 Stanik跟Sportage 12台跟5台上個月比0% 那非常的剛好 因為1月份 它這兩台車也是賣這個數字 一模模一樣樣 不過大家先放寬心 因為新年是Stanik 你怎麼樣發表了 你就幫我破梗了 對不起 說回來重新再一次 小燕為什麼呢 我們繼續往下走 好我們先把這兩台先放著 接下來這兩台 我覺得是很大的工程 一台是Sorrento 一台是Picanto 我們都知道Sorrento從發表之後 它其實成長得非常快 不到兩個月 接單超過300台 大家要記得 對於這種一個韓國車的品牌 對於一個還在成長 比較相對比較年輕的品牌 Sorrento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為什麼 我們知道這台車的車價 大概落在哪個範圍 150 大概150到200萬之間 對 它是高單價的車款 對 不算那個低單價 我們都知道這台車的實力不錯 但是你要知道 買這個車回去你要承受的是什麼 同儕間 親朋好友間 長輩間的壓力 他可能問你 你為什麼要花這個錢買這台車 這個車 因為它有的配備別人沒有啊 對 這代表說什麼 它這台車的實力 願意你去頂住其他人的壓力 對不對 所以這台車的實力 確實很值得探討 145台 我覺得它還可以在持續成長 好 那再來就是Picanto 我們也知道 它也發表了小改款車型 排氣量修正到一個更好的穗金的急距 對不對 所以它也是賣得非常好 它數字也是接到 我記得它好像在三個月 就接了200多台 所以其實180輛 也是不錯的表現 好 最後一台就是Carnival 這台車其實我覺得也可以跟Starty一直講 為什麼呢 這台車 你知道它是用Odyssey的價格 買到Toyota Sienna的尺碼 CP值是很好的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現在只有11台 是因為我們都知道它的新時代要來了 對 對 新時代要來 所以我覺得大家會等待 而且這個車型的對手 最近有一些動作 比如說Odyssey 值得推出了新改款的車型 還有4月份要上市的Toyota Sienna 所以這些車款的消息 可能會壓過這台比較偏產品末期的聲量 這我覺得可以理解 好 那像剛才講 關於講到了Sonic推出新年式 加入了輕油電的動力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車型 在今年都會有所表現 而且不要忘了 像我們剛才講的Carnival 它的新年式的車款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它是會搭載的跟我們剛才說到 相當熱賣的Sorrento相同的2.2升才有引擎 還有Odyssey的價格 Sienna的尺碼 所以呢 我覺得今年的KIA 這個數字只是剛開始而已 絕對還可以再期待 BMW這個月 掛牌數居然沒有過堅 我覺得有點難過 對於這款車來說 以它暢銷的程度 我認為不會因為產品週期 而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接下來來關注一下 剛才我們分析到了 在進口品牌的部分 各家的車款 我們大家就要好好來關注一下 尤其是雙B之針 我們來看看對上的 他們的比如CES跟357的話 表現怎麼樣呢 是 這就是我們雙B 這個月份 二月份的最後的成績表現 對不對 先從賓士來開始看好了 2272台上月比 衰減27.0% 然後跟去年比呢 則是成長的23.4% 我覺得這個數字 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坦白講 但是呢 我覺得可以從下面來看 這個排名 因為這個表 只列了五個車型 這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但其實有兩個車型 我覺得非常重要 應該要把它列在裡面看 A-Class嗎 GLA剛剛有講到 對 GLA這個月賣的超級好 賣了431台 另外也有一個車型 我們想都想不到 它賣的也超好的 叫做GLB 就是GLA 再把它軸距稍微延長一點 然後加上了七人座以後的 這個小型修旅車 它也可以賣到200多台 哦 所以說GLB已經有 不輸GLA的實力了 GLA A甚至有贏過GLA C的實力 這個是我們以前無法想像的 這說明了什麼呢 包花賓士 這個所謂的豪華品牌的龍頭 都一樣 修旅化 小型化 是未來的趨勢 沒錯 這不是只是開始而已 我們可以繼續看 而且可以看到 剛剛大家有講到 這個月份 C-Class居然是輸給了3系列 BMW的3系列 然後E-Class是它表現最好的 所謂的非修旅車來講 最好的也不過294台 房車的部分 然後S-Class因為我們知道 大改款要上市了 對啊 所以它是5台 然後少了一半 這個是可以理解 但是我說真的 新車上市 現在這種頂級豪華大房車 訂單都在新車上啊 是沒錯 但是說真的 那個量要影響整個品牌的走勢 還是有它的限制在 然後 所以說 今年賓士其實有幾台大車會上市 我們剛剛講到S-Class是一台 上半年馬上就會出現了 另外一台呢 再下半年 C-Class 進來以後 我相信180台也不會是這個量 但是呢 我必須要講 這兩台新車 對於賓士來講 今年來講 我覺得影響並不會是真的很大 怎麼說 因為剛剛講的S-Class 是不會很大 因為房車 而且它太晚了 它是到年底才會出來 它的量不會直接在今年年底表現出來 而且其次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賓士水貨車超級多 所以新車上市的時候 水貨車不會馬上就跟著新車一直進來 所以真的它要發威的話 我要看去年 可能甚至是下半年 才有機會 好看完了 雙B的賓士 以後 我們來看到比較 應該說比較稍微可惜一點的 另外一個B1 B1W這個月 掛牌數居然沒有過千 我覺得有點難過 為什麼 對 它的船去哪裡了 它的船不知道開去哪裡了 對 它跟上個月比呢 少了一半 但去年比呢 也少了12.7% 我覺得它因為 而且有點慘烈的地方是 它今年沒有真的很重要的新車要上市 是的沒有 是 有一台電動車 對 iX 但真的要下半年 而且電動車我們都知道在台灣現在還是屬於一個 聲勢 讓你知道我們有這樣的科技能量 對 但是它真的要掛出多少的牌 我覺得相當的有限 還有一台也是少量四廠紅 那更少 可能比電動車還少 雖然我很愛 但是這個可能是更慘的 所以唯一的在B1W這邊值得歡欣鼓舞的部分就在於 剛剛艾達提到了 三系列 三系列終於賣贏了C-Class 但是這個此消比漲 剛剛講的C-Class是最後了 但三系列相對來講是新車來講的話 我希望它可以再繼續加油 它能繼續往上 那至於像小改款後的5系列 它其實跟上個月比它減少的量 其實也算是 以跟市場總量來比的話 它不算是衰退 它甚至是成長的 那七次頭呢 因為我剛剛講的大車好挖大車 而且再加上市場效應 大家都是在等著說 X到底可以給我們什麼樣子的牛肉出來 所以這個車衰退或者是減少 這個也可以理解 至於它的休旅車系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可惜的部分 因為在這邊一樣有一台車沒有寫到X1 它也有一百多台的能量 但是不管如何 它的休旅車都是一百多台 要不然就是頂多六七十台七八十台 跟剛剛看到賓士GLCGLE GLE AGL B比起來 還是有那個程度的落差 我覺得如果我是B&W人的話 我會希望趕快把它的休旅的戰力 不管是用促銷啦 可是它有X4跟X6其實都沒有在 如果說這樣並的話 應該是X5跟X6要加在一起 可是其實這個月以二月來講的話 X4跟X5跟X6 其實量都是幾十台而已 並不漂亮 所以才希望說它能盡量的加油 強化它的休旅戰力 這樣子它才能繼續跟賓士拼下去 對 好 雙B之針大家看完之後呢 其實之前啊 大家應該有關注到我們節目的話 會發現說 其實在進口豪華品牌啊 賓士跟LEXUS總是在爭冠亞軍嘛 那我們就來看看二月份的LEXUS 它到底表現得怎麼樣 各個車款呢 它的掛牌數字 對 因為剛剛看雙B之針嘛 那看到這兩個品牌呢 很多人當然也會拿LEXUS進來做比較 因為車款呢 其實多半都還對得上 但是我們剛剛從前面就一直都聊到 這個品牌在這個月的表現 沒有上個月那麼的亮眼 當然一部分因為過年的一個關係 但是你會發現它的 當然上個月比大概六成的一個下滑 整體這些主力銷售車款的數字來說 都蠻平均的 那唯獨就是剛剛講到像UX RS因為下滑的幅度沒那麼大 所以還可以有比較好的名次的表現 差距只是在這並沒有因為某一款車是 可能進入什麼產品的末期 或者是因為對手的什麼影響 而有下滑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個品牌的健康狀態來說 絕對是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們特別看到剛剛有講這個 三系列跟C-Class對不對 大概就是掉五成左右 再兩百台的一個數字 我們看到Lexus ES 因為本身量就比較大 所以它掉了將近有七成 可是還是有一樣維持在兩百台的數字 也比剛剛那兩款車再多一些些 對於這個豪華品牌的房車市場來說 Lexus ES 一樣佔有在這個月的一席之地 那IS 因為本身比較不是這個品牌的大熱門車款 雖然我非常的喜歡它二度小改款之後 不管操控表現拉造型 外觀 對 但是一樣是大概五成多的一個衰退幅度 再來重點就是它的休旅車系 UX當然沒話說表現還是非常的不錯 那NX 大家看它這個月的這個數字 很多人可能會想是不是因為在2021年 新的大改款NX要出來了 而有影響 不過我跟大家講其實真的還早 而且對於這款車來說 以它暢銷的程度 我認為不會因為產品週期 而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沒錯 那特別新的NX要來到預計是2021年底左右 才會跟大家見面 而且你要想新年式新車款 表示它的車價也會相對往上拉 沒錯 因為你看現在其實NX200 對 公車價錢 價格壓得很低 而且或許啦 或許到產品接近尾巴的時候 還會再有一些些的促銷啊 清空的一些優惠在 這個車接下來後續我覺得一樣 表現很亮眼 那RX的部分 因為它等級編程 經過了調整之後 我覺得豐富度很夠 各個族群不同的消費者適合的車 五人座 六人座 七人座 都可以找到對應的選擇 不管油電 不管汽油的動力 所以這個數字來說呢 大家僅僅參考啦 我相信在今年一樣這個品牌 會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現 今年的上半年可以說是 多人做車款的主力戰場 所以大家非常關注 像SUV的市場裡面 如果有欠做選擇的話 到底在二月份呢 這些車款呢 他們的表現怎麼樣呢 三排座椅的SUV賣的最好的 竟然是Kia的Sorrento 你很難想像 Kia這個品牌 能夠佔據排行榜的一個 這個其中一個位置 那當然啊 這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 這個集聚啦 而且你這樣看起來 你會發覺 好像Kia的Sorrento 是目前看起來是這個 算是最新的車款啦 對 新產品嘛 對 新產品嘛 當時有一個熱度嘛 蜜月期嘛 不過我覺得很特別的 除了是Kia的Sorrento之外啊 還有一點是Lastgen的這個U-RX 它算是成功的打開 國產的這個5加2 七人座休旅車的市場 而且它最近動作蠻頻繁的喔 你看除了它的什麼樂佛版啦 什麼5加2 5加1啦 或是什麼各式各樣不同的 七人座的車型之外 最近它要推出什麼 健康對應政策的一些 的車款 那個是什麼 就是在疫情的狀況之下呢 裡面它做的一些 空氣清淨的一些狀況 那當然這也是 等於是為了它跟紅海之館 然後你用來做什麼 這其實也用來做什麼 ких子 謝謝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